日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要求依法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引发网络热议 就该通知内容,记者23日在贵阳市区采访到不少民众和企业高层 大家从不同身份和角度表达了各自的诉求和建议 罗真玉是贵州省贵阳市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职员 她表示,在面试时也曾遇到佣人单位询问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是否考虑生二胎等问题 在罗真玉看来,新发布的通知让不少准备入职的女性吃了一颗定心丸 作为女性的话,在社会上感觉得到更多的关注嘛 我们也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以后会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更多的会去维权 自主创业的张文文没有遇到过就业性别歧视的经历 但不久前,一位女性朋友应休产假,刚未被顶替的遭遇 让她义愤填膺 我身边那多种女性给我的感受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人,要么就是选择其他的职业发展 维权的确实比较少 因为一来是会花很多的时间 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觉得会花很多的精力牵扯在上面 通知中指出,相关部门建立联合约谈机制 依托投诉热线电话等渠道,及时受理举报投诉 在张文文看来,这个女性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维权渠道 她希望更多女性增强维权意识 记者留意到,通知出台后,在网友热议中也有这样的声音 通知列出的多项举措对女性平等就业提供全面保障 但对企业一方可能间接造成了用工成本的提高 黄磊是贵阳市一家出国英语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目前,该机构女性职工约占四分之三 女性在黄磊的企业中就业优势突出 公司针对女性就业者权益的规章制度也很完善 但黄磊提到,因为女性职员多 在集中修产假期间,企业也遭遇了如人员交接 用工短缺等隐形负担 不少产假后重回工作岗位的女性要兼顾家庭 导致企业对其工作安排不能饱和 间接造成用工成本提高 结合所在企业面临的时机,黄磊提出建议 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还是保持企业的运转 那么其实我觉得减税或者就是补贴是最实际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解决问题 那如果说能够再有一些好的方式的话呢 比如像这种就是员工可能他怀孕到产假期间 可能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空闲时间 是否有更灵活的一些这种临时的用工制度 我们之前有考虑过,比如说就是这六个月的时间 用一个短时工,但短时工的话 他签劳务合同,他个人承担的就是割税啊等等 其实也是很高的,那他就不愿意虔诚这种短时工 那如果说就是国家在这些政策上面能够综合考虑 就半年的短时工也能够就是享受到完全劳动合同的这种 这种就是福利待遇啊这些的话可能就能解决一些问题 针对黄磊提出的企业诉求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副研究员张可认为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就是就业过程当中啊,确实也存在这些现象 而且的话呢,企业它都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 而且很多都是自主应亏的 如果说是把很多本来应该由国家来保障的权利 或者说国家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的问题 全部都加到企业身上,那确实可能会跟他们造成一些负担 我觉得国家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对这些能够积极的落实部委的规定 或者说落实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些企业 但实际上确实有一些影响的 对他们予以一些政策上的优惠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在张可看来,新下发的通知比较全面 但关键在于执行 这还需要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和具体细则 切实保障女性的权益 同样,北京大臣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瑶瑶也认为 目前,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利 做出了一些明确规定 但如何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 关键在于各部门执行力度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力度 切实防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导致女性职场地位虚身实降 至于监管的话 就是相关的职能部门 他只要能够严格地按照他们的职能职责 就是贯彻这个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效果应该就很好 社会上的话 监督可能更多的就是相关的监督的上级部门 包括我们的群众监督 就需要我们的群众的意识 就是普法嘛 让他群众的意识更强 他才能够去监督 感谢观看